欢迎回到漫游数位频道 大家好 我是您的数位教练 蔡正信 蔡教练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 转型AI时代 这些翻译工具让你事半功倍 在这个AI时代 你是否还在为翻译的麻烦而困扰呢 别担心 这里有一个教学影片 教你如何利用六款翻译工具 事半功倍 首先我会教的是Google翻译 是最基本的翻译工具 还有TradeGPT 则可以提供更为智能化的翻译服务 然后以下有四个 在Google浏览器的上面的外挂 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第一个是OpenAI Translator 第二个AI PRM forTradeGPT 还有TradeGPT Sidebar 还有沉浸式双语翻译 这四个Google外挂都可以快速帮你完成翻译油 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这六个不同的翻译工具的应用 你可以轻松的应对AI时代的挑战 看完这部影片 你可以学到以下的东西 第一学习六款翻译工具的使用方法 第二掌握如何更有效的进行翻译 第三提高工作效率 因应AI时代的挑战 我们首先第一个来到我们最常用的Google翻译 这是CNN的网站 可能很多人看到CNN的网站全部英文 非常恐怖 非常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对于这些全部都英文的网页很恐惧 第一个要学会是Google翻译 你只要在浏览的页面上面按右键 这边点一篇文章进去之后 全部英文没关系 第一个要学会是Google翻译 请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键 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个翻译成中文 繁体中文这边把它点下去 这边就可以实现的就是全页的网页的翻译 全页的哦 不管你滑到哪里 全部都可以翻译的哦 这就是简单的利用Google翻译 可以看到我们所要看的语言 各种语言都可以把它翻成繁体中文哦 然后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移到上面点一下 这边可以显示原文 这是简单的Google翻译的应用 你以为只有这样一点点吗 不是的 除了Google翻译之外 这边有一端文字 我把它复制起来 如果你到云端硬碟里面的话 打开一个Google文件 把刚刚复制好的文字 把它贴上去之后 这边有个功能 可能大家以为只有Google翻译 才会有在Google文件里面的功能 下面有一个叫做翻译文件 这边可以选择语言 看你要选择翻译成什么语言 都可以哦 这边蔡教练这边用繁体中文做翻例 然后按下翻译 就可以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哦 这以上就是Google翻译的应用 接下来我们一样用CN这篇来做翻译 选择一篇文章之后 然后我们回到最近非常火热的ChairGPT 如果还有人不知道怎么去ChairGPT的话 这边你只要输入AI.com AI.com就可以连到ChairGPT哦 目前ChairGPT没有APP版 如果你对于ChairGPT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 可以到蔡教练的官网 rd.coach 文章上面有个分类AI相关 可以在右上角搜寻ChairGPT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哦 在文章的最上面分类有个AI工具 如果第一次接触ChairGPT的话 可以来这边找到有一篇 是ChairGPT教学的懒人包 这边可以快速的了解什么是ChairGPT 以及ChairGPT可以怎么做 怎么运用哦 好 我们回到ChairGPT的首页 如果你是免费版的话 现在目前用的是GPT 3.5 然后如果你跟蔡教练一样 已经付费升级到ChairGPT Plus的话 就可以应用最新的GPT 4这个版本 然后呢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你刚刚复制好的文字 英文 然后换行按Shift Enter 然后输入一行指令叫做 你只要在ChairGPT贴上一段文章 然后打一个指令叫做翻译成繁体中文 这一篇文章就会把它翻译成繁体中文的 这是最基本的ChairGPT翻译的功能哦 当然你要翻译成日文俄罗斯文任何语言都可以的哦 这是第一个就是ChairGPT翻译的功能 好我们这边就把它停止问答 以上大家就是简单让你知道 ChairGPT也可以用来翻译各种的语言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Google的外挂 叫做OpenAI Translator 如果还有人不会安装的话 这边蔡教员做一个示范一下 如何搜寻呢 紧到点点点 这边有更多功能 然后扩充功能点进去之后呢 然后三条线点下去 左下角有个开启 Chrome线上应用商店 那这边把刚刚的关键字把它输进去 按Enter 然后就会找到这个OpenAI Translator 那如何使用呢 很简单 只有两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哦 第一个加到Chrome 第二个点选新增扩充功能 这样子就完成了哦 然后如何使用呢 如果看到这边文章不知道怎么翻译的话 局部的你可以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这边有看一个OpenAI的logo 看到吗 把它点下去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把它翻译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翻译成繁体中文 那记得这件事情 刚开始安装好的时候 你的API 什么叫API 这个要先跟大家教学一下 如果你到OpenAI OpenAI TradeGPT的母公司 就是OpenAI这家公司 然后请用你的Google账号 登录就可以了哦 然后选择你的Google账号 登录OpenAI的网站 然后验证你是人类 把它点下去 然后右上角大头罩 这边有一个View API keys 把它点进去 如果看到这个API keys的话 怎么使用呢 你登录之后 这边有个加 Create New Secret Key 把它点下去 然后把它按这个复制 如果没有看到OpenAI 按拼图下去 找到OpenAI 这边把它丁选起来 然后这边点进去之后呢 输入OpenAI的API keys之后 先滑到中间选择 我们要翻译的语言 翻译成繁体中文 往下拉 会看到右下角有一个Save 把它按Save 然后这就是Save的 好 回到我们要翻译的文章 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点OpenAI这个小小的logo 把它点下去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翻译了 那这个四川是可以移动的 好 这就是第二个翻译工具 叫做OpenAI Translator 如果有时候你看到一篇文章 很长很长很长 你可能是第一个 已经是英文的很吃力的 然后你要看完又要看懂 怎么办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是AIPRM forTrackGPT 然后这个外挂的话 一样跟刚刚一样 可以在Google的线上 应用程式上面去下载 并安装 然后我们在安装好之后 在TrackGPT的网页里面 就会多一个AIPRM TrackGPT Prompt这个功能 那这边目前已经有超过2400多个Prompt Prompt就是提示词 就是我们所谓的咒语的意思 在这边输入Bullet Point 这个关键字 然后找到第一个 这个分析UIL 这个功能把它点下去 然后刚刚有搜寻到的 这个网址 复制这个旁边这个CNN的网址 然后在这里 大家可能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有时候它的网址很难选得到 它在这边 然后把它贴上网址 按Enter 然后它就会帮你去分析 这篇网址的内容 然后给你一个列表式的总结 然后你有看到吗 它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的哦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用 这个功能就可以把这一篇网址的内容 做一条列式的总结 然后这边最后还给你一个重要的 重点的要点 把它总结给你哦 这篇文章就是在讲 乌克兰军队在东部战场展开板级攻势 旨在驱逐俄罗斯军队 并恢复国土完整 此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但二罗斯方面表示谴责 这就是这个功能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外挂叫做TrackGPT Sidebar 它安装方法也是一样 要请大家就是下载完之后 就可以找得到 这边这会出现一个像大脑一样 那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然后它现在功能有很多很多种哦 像是自定义提示啊 总结啊 相似页面啊 语法啊 解释 解释代码 改写翻译跟问答 那这边的话 可以依照自己需求去选择 然后你要收起来 把它点一下 然后它就收起来 意思就是说 不用进到 TrackGPT的首页 就可以使用TrackGPT了 随时可以把它打开 收起来去使用 这边也是重点 放在翻译的部分 我们把这一篇文章 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这边有个三角形把它选翻译 然后这边就可以把它翻译成繁体中文哦 有没有非常的方便呢 跟刚刚的Open AI Translator有点相像 但是它不只是翻译哦 它还有其他的功能 也是非常的好用 现在蔡教练在看这些网页的时候 就没有语言的障碍了 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 这个外挂是TrackGPT SideBot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外挂叫做 沉浸式的双语网页翻译的扩展 这是中国的 那这个非常好用 就是安装方式也很简单 一样你也可以到 外挂的应用程式去下载 或者是到时候 蔡教练会把网站 这些连结都全部放在这里 那安装的话 这边也有一个 你是各种浏览器的外挂 都可以点进去哦 然后点进去安装完 之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边有什么哪些功能哦 这边把它点进去 这叫沉浸式翻译 目标也记得 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就可以选繁体中文 那这边最厉害是在这里 刚刚第一个 跟大家分享是Google翻译 他人翻译只有Google 但是这个沉浸式翻译 他有以下这各么多 像Google翻译 Deep L 还有腾讯的 Open AI 有道翻译 腾讯翻译君 然后微软翻译 百度翻译 火山翻译 彩云小翼 Open L 小牛翻译 还有病的翻译 那这边的话 这边也一样跟大家想一下 我们如何使用Open AI 一样选项进去之后呢 他会要你去输入 刚刚讲的Open AI的API Key 然后你只要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特别跟大家讲 这边界面设定 这边 这边有很多种样式 你一定要来选一个 你自己喜欢的类型哦 那这边蔡教练为大家示范的是这个引用样式 引用样式 引用样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边是原文 然后下面有一个中文 目前我蛮喜欢这种样式的 选择好了之后呢 一样回到这一篇来 如何使用这个沉浸式翻译呢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功能 Google翻译 这边是Google翻译 大家有看到吗 这边有个功能叫做翻译网页 显示原文 把它按下去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你有发现到 它会是一行原文 然后一行中文 繁体中文 一行原文 一行繁体中文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然后最后这边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刚刚讲的都是网页的部分 然后呢 如果你可能有很多档案是PDF档 原文的PDF档 怎么办呢 这边有一个很好用的服务 叫做Rewise 它是一个画线 然后可以跟很多各式各样的服务 去连接的一个网页 它是订阅制的 然后呢 里面最近有推出一个功能 叫做Reader 这边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你有想要把PDF 然后还做翻译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Reader 来去做使用 如果你对这个服务 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拆交链的连结 这个连结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原本一个月的试用之外 你可以多一个月 那拆交链这边也可以多一个月哦 可以把它点进去 那这边为大家示范 比如说这是一个 ChairGPT的 GPT式的报告 它的论文报告 全部都是英文的 然后非常非常多页 总共高达60页的内容 非常复杂 那这边有个功能 就是它在这边有个点点点 这个有个功能叫做View as Test 把它点下去之后呢 它全部就会变成文字的 非常好用 那搭配刚刚有提到的两个功能 第一个按右键 可以把它翻译成繁体中文 这是Google翻译 这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到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刚刚有提到了 沉浸式翻译 你可以在这边按右键 把它翻译网页 显示原文 把它按下去 好一样给它一点点时间 然后你会看到 它上面会有一段是原文 一段是繁体中文 当你学会以上这几个功能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 以前阅读原文非常非常卡 非常非常麻烦 现在有的这几个工具 包括Google翻译 或者是刚以上的这些工具之后 你有发现 就算是我要阅读 GPT式的原文的论文的报告 都不太惧怕 这边可以看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有没有非常非常棒呢 以上就是蔡教练要跟大家分享 六个不同的翻译工具 让你在这个AI的时代可以转型成功 让你可以透过这些翻译工具 让你可以在这个AI时代提升工作效率 因应应AI时代的各种挑战 我是蔡教练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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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